欢迎回到Chinese02Hero 不管你是刚刚开始学的 还是有一定基础的 我们都可以帮助你提高汉语水平 从HSK1级一直到HSK6级 从我们的HSK5高级汉语课程里 我们选了这个视频 放在YouTube上面 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免费看 希望你喜欢 我们来继续学习第三课 人生有选择 一切可改变 请把课本翻到注释二 我们来看看各自的用法 课文里有这么一句话 以前陆地上的夜晚 他们在各自的房间 一家人没有更多的交流 各自的房间 在这里各自是什么意思呢 各自就是每个人自己 所以各自的东西 就是每个人自己的东西 我的东西 你的东西 他的东西 我们每个人各自的东西 所以各自的房间什么意思 对 就是每个人自己的房间 我的房间 你的房间 他的房间 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房间 所以他们一家人晚上在一起吗 不在一起 而是各自在各自的房间 他们不在一起 而是在各自的房间 我们再读一遍这句话 以前陆地上的夜晚 他们在各自的房间 一家人没有更多的交流 再看一个例子 大家要认真完成各自的工作 什么是各自的工作 对 就是每个人的工作 再看一个例子 你们既要各自努力 又要彼此帮助 看出这里 各自努力和彼此帮助 有什么关系吗 对 工作既要靠每个人自己努力 我做我的事情 你做你的事情 他做他的事情 我们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各自努力 但是也要彼此帮助 就是互相帮助 我要帮助你 你要帮助他等等 所以各自努力 彼此帮助 再看一个例子 中场休息时间到了 什么是中场 在一场比赛的中间 就是half time half time 中场休息时间到了 比赛双方 就是比赛的两个队 比赛双方队员 the team members 比赛双方队员 各自回场外休息 场外什么意思 就是足球场的外面 对吗 就是在out of the field 所以这些队员 各自 他们自己每个人 回场外休息 那每个人自己到场外休息 所以各自 就是每个人自己 每个队员 他们自己 再看一个例子 刘经理认真看了 三家广告公司 各自提交的计划 各自指的是什么 对 就是这三家广告公司 他们每家公司自己 这家公司 那家公司 那家公司 他们各自 他们自己提交的计划 所以刘经理看了几个计划 对 三个 刘经理认真地看了 三家广告公司 各自提交的计划 现在我们来练习一下 我给你一个提示 你给我说个句子 比如学生们努力复习 你就说 学生们各自努力复习 很简单 对吗 好 我们现在来开始 第一个 孩子们回家去 孩子们各自回家去 吃饭的人付款 付款就是给钱 对吗 我们在HSK4学过的付款 就是配 好吃饭的人付款 吃饭的人各自付款 很好 工人们干活 工人们各自干活 工人们各自干活 评委们记得评委是什么意思吗 对就是like the judge panel member right 评委 the judges 评委们 评委们做出评价 评委们各自做出评价 如果你忘了评委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看一下第一课 第一课的课文里有评委这个词 现在我们再练习一下 各自的 比如说学生的成功靠努力 学生的成功靠各自的努力 他们的成功是靠自己每个人的努力 各自的努力 好 来试试 孩子们回家 孩子们回各自的家 吃饭的人付钱 吃饭的人付各自的钱 工人们干活 工人们干各自的活 评委们做出评价 评委们做出各自的评价 所以各自意思就是每个人自己 这个语法点我们就学到这里 请完成注释2下面的练一练 我们下个视频见 如果你觉得这一课对你有帮助 你会非常喜欢我们的HSK5高级汉语课程 这个课程有超过100个视频 教你100个语法要点 并且提供所有36篇课文的translation 包括footnote 仔细地说明每一个不容易明白的地方 我们也提供1796个interactive flashcards 这些flashcards里面有我们自己录的audio track 这个课程也包括很多的quiz和汉字练习pdf 我们的课程用一套课本 叫做标准教程HSK5 你需要自己去书店买这套课本 每个课的第一个unit都可以免费的preview 只要往下面scroll 找到curriculum部分 点preview就可以看了 可以点一点这个屏幕上的square button 记得你只需要购买一次 以后你就一直有这门课 再也没有subscription fee了 只买一次以后一直可以用 价格也非常便宜 来加入我们一起学好一口流利的汉语吧 我们课程上见